做飲食比金融困難 如果投資30萬元在股票上 過回館期只要你拿到的機會 一定會比做實業容易一些 會快一些 我之前是做金融機構的 大概做了13年左右 幫客戶買股票 當然自己也會買一份 所以今次去到年頭的時候 都覺得市業開始有些問題 就提早通知客戶 遇到熊市的時候 就會選擇不做事 我跟客戶說 未來市況會算差 不如大家不要買東西 叫他們清貨 我自己就回家 無限在家裡沒甚麼要做 今次定了今年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他老婆提議攪檔生意仔 開頭都未想好做些甚麼 我有一次去旅行 酒店附近 看到有一間店舖 很多人排隊 你吃甚麼 後來發現原來是吃佛斯蛋糕 這麼多人排隊 我又買點試試 吃了之後發現 這個蛋糕很特別 香港沒得吃 於是他決定了回 杭州拜師學藝 開一間烘焙店 以我的考究 佛斯蛋糕起源於台灣 後來傳到大陸 在大陸很火紅 他靈魂在哪裏呢 就是加了一些肉鬆絲 那些肉鬆絲是雞肉鬆 蛋糕又很好鬆軟 但是攪拌又不會有那種肉鬆的味道 只有一種煙煙韌韌的口感 但不做都不知辛苦 但不做都不知辛苦 即使經歷過大大小小港股起跌的 Wincent 面對著這間小店 都很頭癢 以前每天都在Obs 那裏 探一下冷氣 只對著螢幕 然後看看股價 每天就是這樣 但是來到這裏 又很不同 每天不知對著不同的客人 自己要下城做銷售 怎樣去推介一些產品 每天都要看貨夠不夠 看看今天的營業額夠不夠 怎樣辦法提高營業額 那些客人喜不喜歡吃那些東西 會不會今天的東西做得不好呢 很多東西會煩惱 很多層面的東西 但是做股票不會 一贏一輸 隨時可以走 可以不做 你買一隻股票 你今天買 可以立即即日 就已經可以平仓 不玩 又可以買另一隻 但如果我一家店 我就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去經營這份生意 是真的自己的生意 如果股票的話 是別人的生意 是兩回事 都投資了大約三十多萬 但是我希望我的人生 要有多些其他不同的經驗 要有不同的嘗試 所以我選了開這個店 在股票市場 你賺到可能都是一些多的錢 在這裡 我們賺到的是經營的經驗 還有一些人情美麗 似的成功與否 我覺得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價值 吧 阿滴 贏 喇 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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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